我正在想 剛才你說的政治哲學 或者哲學性的左右 我認識很多朋友都不喜歡這樣躲在一起 譬如這本書裡某些作者 他們說你不要躲在一起 但我又看黃慧禎或羅應生那類論述 他們似乎說宗教右派 他有一個很concred的一件事 譬如黃慧禎會說美國基督教右翼的運動 譬如他定義了維護家庭價值 講一些性道德 他會透過民主的動員力量 譬如美國講民主 好 我們就動員多些教會 一起去 好像香港也有 牧師一人一順 炸爆那個政府的網頁 我以前回教會也是 那個牧師說 好 既然他們說民主 我們就一人一email炸爆他 這就是那種右翼做處事的方式 或者他們想法的方法 譬如家庭價值 性道德 就一套下去 羅應生就把這個應用在香港 譬如明光社或是聖民化學會 或是維護家庭聯盟那些 就有一個很相近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會不會 在宗教右派來說是concret很多 即是十多 其實這個 是的 是的 我的意思 或者其實 其實我講的就是一些很 你可以叫做很表面 但是就是 每一個人 他們講宗教右派的時候 他們自己應該會有些意思是什麼 有些人是可以將它說得很清楚 是有一個很清楚的脈絡 是宗教右派於四個字 是指涉著什麼 是的 因為他們可以 羅永生或者黃毓正 或者以前我看到Daniel寫過一本書 林鄭明光社 他講明光社陣營 他用的字眼叫明光社陣營 剛才是有宗教右派於四個字 就是他講明光社陣營 他自己本身在一本書的脈絡裡面 都是清晰的 是的 問題只是這個這麼清晰 他每一個人 個人所講的脈絡是清晰 但是這個脈絡是不是大家的一個共識 OK 是不是大家都同意 就是 我很清晰地說 中教右派意思就是ABCDE 你又很清晰地說中教右派意思就是BCDEF 但是其實我和你之間已經有少許不同了 但是我們還是去overlap 但是如果有ABCDE 你有BCDEF 然後你下去就CDEFG 然後有一個就講FHIJK 你看到四個人講的時候 大家都每一個人很清晰 但是由我去到Ben那裡的時候 可能他講的K和我講的ABCDE 已經是沒有overlap了 是的 這個就是某個程度上 譬如說右派 不是就是又生了宗教的字 右派這樣 有些人講小政府 就是我那篇文就講小政府 裡面當然很清晰 就是裡面可能同意一回事 但是至少他們有清晰的 老實會有很清晰的分析 但是那些東西 然後移軟一點 然後有些人就說 不是 右派可能是說美國共和黨的右派 美國共和黨又確實有很強力的小政府的思想 這就overlap了 但是有些人又開始講家庭價值 然後那些人是Republican裡面的人 但是去到那個時候 他也是跟Republican有overlap的 但是跟著說家庭價值的那些 可能已經跟Lulsen說的那些 都完全沒有那個 但是大家又叫做右派 那我又覺得 那會不會是右派呢 會不會政治右派就有很多奇異 但是宗教右派其實那個奇異的情況 沒有政治右派這個 term 我不肯定的原因 有一點我不肯定 因為一來我不在香港可以冷一點 所以我沒有結合他那麼多 又或者美國的情況 Christian Right的 term 會不會他的定義是挺清醒的 你們可能要幫我補充一下 我又忘記了 但是我記得聽人家說過 羅永生教授他寫關於宗教右派的時候 他好像提到有一件事是很 即是他說香港的宗教右派是比較親中 比較支持建制之類的東西 是的 其實這個就是Daniel說的 張國平說的 但是Daniel的反應就是 這件事就這一點 即是中間的建制是比較緊 如果專制就是這樣 就明顯地跟所謂美國的宗教右派 是有很大的出入 因為美國的宗教右派 怎樣說都好 他們都是很支持民主的 In a sense 他們覺得自己是比對方 他們的對方更加支持民主的 因為美國的 context 跟香港不同 是的 因為他們對民主的意思就是 其中一個意思就是 你政府什麼都不做 又是他 又是他 政府什麼都不做 那你當然不要叫對方做那麼多其他事情 他們覺得自己是比較民主的 但是至少 但是one way or the other 啊 有一樣是 美國的右派會是很反共產黨的 是的 他們是比任何 美國任何其他政治團隊更加反共產黨的 事實上他們很喜歡 Label 民主黨Democrine那邊的人 不是 或者Social 都不是 他很喜歡說現在奧巴馬 你那個Hermel Suhring 完全是一個 就是遲向社會主義的方向 大政府的做法 是的 那麼這件事就明顯地同 即如果照這樣分析下去了 那麼羅教授那個 對香港那個中間友派的說法 對美國的中間友派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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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in this census 即是又出現我剛才說的情況 我們可能要 specific一點 即如果我們譬如說 你宗教有派的人 就是支持建制的 你這句說話 如果拿到美國的人 就不知道你說什麼 對 尤其是現在奧巴馬做的事 我怎麼會支持奧巴馬做總統呢 大哥 就是這樣反應 那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麼 會不會在 即是 比較基本一點的 即是神學上 或者是 即是對聖經那個 理解呀 運用呀 或者對聖經的看法 就是神的話語呀 無論 在這些比較基礎性的 點上 其實宗教友派 美國香港就 可以是很近似 甚至可以說 香港是承繼了美國宗教友派 那個神學進路 就是那種的保守主義 那種是對聖經的很高的看法 呃 又因為這樣呢 就是將自己那個 對宗教的理解呢 就想把入他的社會裏面 那就令到整個社會呢 都跟著 基督教這一套 家庭價值呀 道德觀念呀 這樣來去做 那就等那個社會呢 整個社會都是很乾淨的社會 所以不會有一些烏鑽難踏野 這樣 這些事情就是很 成計的 就是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香港的中介友派 直接是成計了美國的中介友派 他本身呢 他本身呢 就是有沒有隸屬性呢 就要真的查 那種社會那種查 是不是有那個教會的隸屬性 但是呢 我贊成的 我可以和我所說呢 那個型態 那種 宗教思想 其實那種模式 是非常相似的 那 還有呢 我 和我們人民的 有些會友都講 譬如 那種什麼官博士 他那種回憶 什麼官博士 就是寫什麼 就是捨民主義 其實他想標榜什麼 社會政治指定 但是 他說證據就是 他聘請了那些完全親共和黨的牧師來講話 即是香港 對 但為何和社群主義 一個社群主義哲學家都聘請不到 沒有試過一個社群主義的書 我自己為何很怕這些什麼主義什麼名字 即是每一個名字有來的時候就會有大堆問題出現 因為你剛才說社群主義是比自由主義更麻煩 我知道 差不多任何人都可以叫自己是社群主義 但那些社群主義人 不喜歡別人 這個就是最麻煩 他說Core那幾個Michael Wasser那些 全部都說自己不是社群主義 因為我想知道社群主義最近 有一陣子有一個宣言 大陸的學者如有潮都拆了一個宣言 他的宣言說得很好 他說真正一些好的美德 一些價值 他說任何的團體去推廣價值 一定要在社群旁邊慢慢讓社群自由討論 形成一種共識 這種價值慢慢有根 有可行性 他說如果任何的團體 把他的價值絕對硬銷給他的人 絕對沒有任何效果 現在就是明光社這些做法 剛剛是相反的 跟社群主義討論 我嘗試跟他說 他們會轉過來 他現在請人來說 那些就是 慢慢將價值 基於社群主義裡面 但是這樣 然後他甚至會說 現在左派的人 雖然甚麼叫左派 我都不知道 但總之他們會說 有些左派的人 現在你們正在銷銷 例如去衝擊一些人 或者去 上去 在立法會那裡 拉起環額抗議 不知道有沒有事過 就是這樣說 給例子 或者你沖上明光石 全擺油 沖上明光石 在那裡抗議 你這些是在硬銷 我現在 我們明光石 那些人會說 我現在請個人來 然後開湯 然後open to public 那些人來就來 你不來我不會綁著你來的 我又不會逼你去聽我說的 但現在我就是 說了些東西 然後你去聽 那這些就是一個 將價值 建基於社群裏面的做法 但有個問題 這個不要緊 他可以說 他可以說 他說任何事情 但是 那個問題 他本身 有個問題 就是說 他要改一條法 來就他的宗教多瑪 這裡死亡 他現在反過來想 他是說 現在你們左派的人 是要改一條法 來就你們對方的多瑪 不能這麼說 然後我現在只是維護 沒有反過來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沒有一個inclusiveness 沒有一個用 很多用不包容 因為你事實上 社會裏面有很多不同種類的人 你要 細做一個檢查出來 能夠給達人 基本上差不多 全部人不可以適應到生存的話 這情況之下 你就不可以就這樣 就你某一個角度 但是你那個就沒有包容性的 一個時候也有包容性的 有一個差異在這裡 因為明光社Promo那一套 是沒有包容性的 那你變成不適合一個 叫做多元的 有不同宗教信仰的 世俗社會用的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還有基督教補得上 對不起 補得自由派 或者有些比較 或者中間派 沒有派給人 都很反對明光社的這種方法 他這樣做 變成了 是一種怎樣說 也在宗教角度說 是一種表面上 成全基督 但裡面出來的效果 其實就是反基督 我自己就 只有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價值哲學 就有多元的共用 他不是他要把那些東西絕對化 要放到這麼大的 全部under 他之下 每個都要 或者佛教徒 他就是道教徒 沒有中教教徒 然後跟著他的 道教徒 這個就 比較 很麻煩